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一般的开悟又有人证明,像你们开悟了射箭,有师尊来给你证明,说你已经开悟了,对不对,有师尊给你证明,你已经开悟了 释迦牟尼佛开悟,谁来证明他开悟呢?是监牟地神从地里面出现,给佛陀证明,佛陀切实已经开悟了 而且监牟地神还献上所有地上一切的供养,献上所有的供养 所以六度堂,怎么还没有盖雷仗室呢?有地没有? 还没有 地都没有啊? 连地都没有啊? 连地都没有啊? 他们不敢 应该,应该这个云林,地很大的,这里,这里的地,空地应该很多吧? 很多空地吧? 很多空地吧? 你们难道祖先都没有留下地给你们啊? 对啊 他们这边有种田的啊? 他们这边有种田的啊? 金水都有啦 你们都是有地的人啊? 有地的人干一栋雷仗室应该是很容易的 对啊,对祖先也好啊 你如果盖了这个试验,这功德也是很大 这不是叫功德啦,就福德,福的金山 福会很大 因为云林的地很多嘛 有便宜啊 怎么会没有地呢? 我看你,你的祖先就有地,我看你祖先以前是种田的,就有地 种田的,不多啦,两三分地,大概好几个兄弟 是好几个兄弟,因为生的太多了 因为我看你的脸是跟土有关的脸,一定有地的 祖先一定会留下地给你们,还有几个有地的,我看一下 对啊,一定有地的嘛 有两甲半,但是还没有到你手上,会不会到你手上 我爸的名下 你爸爸的名下 我妈的名下 你可以分到,那将来就有地了 还有建商在这里吗?建筑商 建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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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建筑商 有做建筑的吗? 现在大家都不敢站起来 已经有地了 早晚都会有地的 早晚就会盖起来的 谢谢大家 大家好好修法 修监牢地神 修工财神法 好好修法 你地神的贛神 好,谢谢大家 我妈的贛神 不太懂师尊的意思 不太懂师尊的意思 你以前有一点钱啊 现在有 现在有 要花掉了 我现在比以前不靠谷 现在比以前 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财库 有两个财库 还好一点 我这个弘扬 弘扬师尊的秘法 跟那个 我会全力百分之百支持 好好修法 因为我以前 我不只是在美国 去美国的时候很穷困 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也是很穷困 大家知道的 我是住在违章建筑里面 也没有什么钱 而且我是军人 我自己是军人 领的薪水很少 那时候军人的 一个月薪水扣掉 那个给家里的剩下两百五十块 我自己存了四万块钱才结婚的 四万块钱 用四万块钱去结婚的 四万块结婚的 还存没有什么钱 刚刚出来住在违章建筑里面 也是给人家租房子 一个月差不多八百块 才八百块九百块的 那个房子 违章建筑 用的是公共厕所 家里没有厕所 家里没有厕所 我也是穷过来的 所以要穷 要变成有 就是一定要修法 那个佛菩萨给你四福 给你修复 你就有那个福气 现在福气就 哪来哪多人 福气就哪来哪多 所以 心量要大 知道说福菩萨会修复 你们尽量的 有的人尽量去筹备 那个如何建雷藏寺 有土地的人献土地 只是 一般的 那有一点钱的 大家出一点钱 大家集合起来 先给他弄起来再说 那你只要做起来以后 福报就会渐渐来 心量放大一点 那个钱财的事情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样子 这个 从没有变成有 其实有也会变成没有 因为事实上 没有人真正把钱财带走 都会留在人间的 所以你要 你要一切顺利的话 你要一切顺利的话 就一定要 这个好像叫大家同心合力 那你建了 也是有 他的福分会产生出来 所以你花了多少钱 这上天就还你十倍 你花一倍 上天还你十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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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申法王卢盛燕 为了赐福给弟子 在六度堂 特别招请红财神 和监牢地神 为大家做灌顶 永远 是无始无终 大海 有很多浪花 大风大浪 好 好消息 联申法王将在十一月十七日 台湾雷藏寺主坛 姚池基姆酷膜大法会 欢迎您前往参加 详情请殿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当代法王作家 卢盛燕文席 已进入第230册了 请您绝对不能错过 敬请期待 卢盛燕最新著作 又一番雨过 详情起点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联申法王卢盛燕 在2010年5月5日 离开六渡堂之后 又驱车来到了北港 至王同修会 我们就先来听 联申法王当天的法语开示 敬礼 两名和尚 沙家 正空上司 十六世 大宝法王 康玛巴 徒登 大吉上司 敬礼 谈成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还有这个 智王同修会的助持 北港这个 朝天宫的董事长 还有连燕 啊 燕台的燕 是燕台的燕 是燕台的燕 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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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宪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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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很荣幸来到这个北港 我本人对北港并不是很陌生 并不是很陌生 因为我以前如果那时候中贯公路啊 经过北港的时候啊 都会去这个朝天宫啊 拜一下马祖 拜一下马祖 那么在这里也有几个故人 就是以前的老朋友 那么一位就是万游职场 万游抓庆啊 喜老游 对 喜老游 我曾经在他家住过 他也招待过我 还有他的儿子 他的喜亲近 我也认得 这个是以前的朋友 还有北港 以前的议员吧 电钢河 电钢河 他还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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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 他还在啊 他还在 也到过电钢河的家 他也好像建了一个庙 对 16岁 16岁 他也建了一个庙 戴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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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王牙廟 他那一尊王牙的祖尊啊 曾经也到过我家 我在这个宜兴社区的家 他的 他那尊那个电钢河 那尊王牙 曾经在我家里面当客人 他当了好几年 当了好几年 当了好几年客人 但是我都没有收他的房租了 哈哈哈哈 没收他的房租了 那北港以前常来 那么 北港的马祖庙 也是 我很这个尊敬 尊敬的一个菩萨 那么 知王同修会呢 是同修会 对 你那时候跟谁申请的 跟中委 跟中委是申请的 那因为你是出家人 所以他就准给你 其实以前 啊 我们现在申请必须要 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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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多少人一起同修 而且有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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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团法人 这样子 才可以 做一个同修会的 啊 那个同修会 一般来讲起来 现在的同修会 唐 跟雷杖士 都不是私人的 都应该是公的 都应该是公的 那知王同修会 你是哪一年申请的 前年 前年 那是中委会批给你的 那他们写的这个 可能也是他们给你的这个 同修会的号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北港的知王同修会 这很可笑 不过这个也变不算很可笑 因为你问说 问那个像达赖喇嘛 问说 问他 你现在这个西藏有多少佛佛呢 仁波切呢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事实上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曾经有一个佛佛 有一个佛佛 为了扩张他的势力 扩充他的势力 他轰了四百位佛佛 一次轰四百位佛佛 四百个仁波切 一次他就轰了四百个仁波切 总之呢 所有的那些 那个喇嘛当中 已经过世的 他都把它变成转世的人波切 就有四百位 所以真的讲实在话 现在的这个仁波切啊 佛佛啊 你弄不清有多少 也分不出他的本身的 到底是真正的传承 是怎么样子 没有办法分出来 不管怎么说啦 他给你字王两个字 这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同修会 很大的同修会 字王两个字 是很大的同修会 智慧之王啊 那文殊师利菩萨 他当过 他我们称他为智慧神 那么文殊师利菩萨 也就是智慧之王 那文殊师利菩萨 你不要看他是一个菩萨啊 从印度佛法一直到中国 唯一在出现在大藏经里面 就是五台山就是清凉山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 中国只有一个五台山是在大藏经里面出现过的 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五台山清凉山的道场 那么其他的像普贤菩萨的额眉山啊 观世音菩萨的普陀山啊 还有这个九华山啊 地造王菩萨的九华山啊 是后来的 是比较后来的 第一座在中国的四大名山 第一座就是五台山 文殊师利菩萨 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本身啊 他就是般业的代表 他是曾经是七个佛的师父 七佛之师啊 过去七佛的师父 所以他的来历不是只是菩萨而已 不是菩萨而已 所以他有这个一级 有一级的 一个伐级的 两个伐级的 三个伐级的 四个伐级的 五个伐级的 代表他的智慧啊 是完全是圆满 智慧完全是圆满 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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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各位 智王啊 就是无上的智慧 那么你这一间的这个智王同修会 将来要怎么发展啊 那个 这个 雷葬寺 将来要建一座雷葬寺啊 这个 啊 这个 他的愿望还是太小了一点 五台山有五台耶 五个台耶 五个台耶 文知事理菩萨智慧也满了 是五级 五级耶 五个华级耶 东南西北中耶 那你只有这个一级 一级 太少了吧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是这样子讲 是 有一个农民啊 因为在云林这地方 种田的比较多一点 种田的比较多一点 有一个农民讲说 现在时机不是很好 那么 轰也不调 鱼也不顺 那么 他有时候 这个农民 跟一个乞丐讲 他说 我 一个农 一个农民啊 就养四口人家 那么 那个乞丐说 你养 你养四口 我养四家 那个乞丐讲说 我养四家 那农民说 你 你当乞丐 你哪里有什么四家 他说 有啊 啊 我要养蚊子一家 养一家 养跳蚤一家 养臭虫一家 还要养他自己本人一家 所以他养四家 将来你要养五家 为什么他是文之师利菩萨 是智慧之王 因为他曾经是七佛的师父 七佛的师父 七佛的师父 他说不再留在世间 再转法轮 释迦摩尼佛 回他一句话 我有转法轮吗 我有转法轮吗 文书就知道 他讲错话了 因为他有很高的智慧 因为他有很高的智慧 他知道这一句话是问错的 那么你们想一想 什么是最高的智慧 释迦摩尼佛所悟道的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最高的佛会 最高的佛会 文之师利菩萨本身的剥叶 也是最高的智慧 今天 如师尊所悟道的 也是最高的智慧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 你如果了解了 无上正等正觉 所有的全部通通都下去 通通都下去 通通都下去 所以今天 这个到了北港 到了知王同修会 那么 你这个堂是知王 为什么 你这个堂是知会知王 那你这个王 这个名字 知会 这个名字 这个王在哪里 王就是我 王就是我 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我还不知道有知王同修会 对不对 突然之间呢 这上了法座 现在我问你什么是知王 你说王是师尊 我告诉你 王是 是释迦牟尼佛 王是文字势利菩萨 所有的诸佛都是王 王是文字势利菩萨 所有的诸佛都是王 正等正結,你就是王 所以我們佛法在研究到最後 佛法你一直在參,在研究,在修 到最後你必須要見明心見性 一定要明心見性 那麼你要修這個見性 你雖然開悟明心,但是還要修這個見性的修行 等你明心見性以後,你這個修道的過程 把你所有的障礙全部棄除 以後你能夠成就等結、妙節 你到了妙節就是真正的自我 那要很精進的修行 那麼文之實力菩薩他有五級文書 有三級文書,有一級文書 二級文書,三級,四級,五級文書 表示他,五級文書就表示他的智慧啊 是非常圓滿 我們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智慧圓滿 導覆師說叫你蓋一個像五台山這樣子 找一個五個山頭 那麼在五個山上全部蓋了這個五個雷障室 當然能夠蓋起來是最好啦 能夠在五個山頭全部蓋成這個 這個智王雷障室 這個五台 一台智王雷障室 二台智王雷障室 三台智王雷障室 四台 智王雷障室 智王雷障室 五台智王雷障室 不是第五 各位觀眾,連身法王如盛宴的紅髮行程 歡迎您參考真佛宗的網站或參與真佛報 各位觀眾,連身法王在新書中提到 在這個地水火風不定有災的時代 我們可多持大舊難咒 舊渡災節,超拔亡靈 協助家園重建,營養兩億 並請您多多參與真佛宗各道場的法會 詳請可參與真佛報或洽詢台灣雷障室 049-2312-992 好消息 連身法王將在11月17日台灣雷障室 主談搖池基姆酷膜大法會 歡迎您前往參加 詳情請便049-2312-992 全文字幕提供